《纳粹第一女飞行员》 在战争期间纳粹军部曾对两名女性颁发过一级铁石自寻章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汉纳兰谢 尽管身高只有一米五 整个人也是一副娇巧可怜的样子 但是不可否认 汉那完全是为飞行而生的天才人物 在他未满二十周岁的时候 就已经取得了滑翔机和发动机式飞机的驾驶资格证 成为第三帝国第一批女性飞行员 1937年 汉那又被授予世界上第一个女性飞行上位军衔 终其一生 汉那创造过四十多项飞行世界纪录 几乎驾驶过全世界所有的飞行基础 可以说 它代表了那个年代女性在天空中的最高水平 但可惜的是 这样一位天赋异禀的女飞行员偏偏选择了死心 她弟弟效忠希特勒 除了担任纳粹各类战机的是非工作以外 汉那还模仿日本人的神风特工队模式 试图打造处于德国的神风战机 意图来扭转不利的局势 1944年2月 汉那正式向希特勒提出了建立此类轰炸部队的建议 并主动请应担任指挥官 好在德国空军内部还是比较理性的 不少人联名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才使得这一方案没有成型 要不然 约德图僧多少伤亡啊 如果说妄图以自杀时袭击的方式来拯救帝国 还不足以说明汉那对希特勒的死忠 那么1945年4月26日 汉那单乡匹马杀进柏林去救希特勒 就应该是足够了 此时的柏林早已被苏联大军围得水泄不通 尽管城内的德军还在负于顽抗 然而谁都清楚 城破兵败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恰在这时 汉那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穿越苏军的火力网 来到了希特勒的面前 与之同行的 还有空军上将格兰姆 原来此次行动是汉那受希特勒所托 特意叫来格兰姆等人 并为其举办元帅晋升仪式的 在这一切结束后 汉那竭力地劝说希特勒跟自己走 他不断地保证可以安然无恙地避开苏联人的火力 只是此时的希特勒依然是万面俱灰 所以拒绝了汉那的提议 现在想想 如果当时希特勒真的跟着汉那跑了 那或许这个魔头还真有可能暂时地逃过一死的 因为在这之后 汉那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 再一次单枪匹马 从苏联人的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 看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有疑惑 这个汉那为什么会对希特勒这么忠心耿耿呢 那时候连不少纳粹高官都已经投降了 他一个弱女子还在坚持什么呢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尽管汉那如此地效忠希特勒 但他却并非什么纳粹党员 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的纳粹组织 甚至对纳粹党卫队的所作所为 还有点鄙视 他能够持之以恒地支持希特勒的唯一 原因就是他单纯的政治观念 因为成长于一战后德国的割让地区欺欺利亚 沉重的凡尔赛条约几乎让这里的德国人的生活难以危机 所以汉那从小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摆脱这些束缚让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变得强大 只不过他始终都不知道自己所追随的那个人正在把他的家乡和祖国带入更黑暗的深渊 战后汉那因为不具有任何纳粹组织成员身份 在1946年便出狱 此后的汉那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飞行梦想 从1959年受印度总理尼赫鲁之邀前往印度建立航空运输网 到1961年前往美国白宫为肯尼迪总统进行飞行表演 再到1971年获得全球年度最佳飞行员称号 汉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风中玫瑰的风采 1979年汉那因心脏病去世 享年67岁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